大家好,我是大伟 眼睛上的问题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今天一个偶然的时间,我看了一下手机 我发现我平常不怎么用手机的 但是我累积每天的一个使用手机的时间 都达到了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就是无形之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遭受这种光污染 这种电子产品对我们眼睛会带来一些伤害 有些时候其实挺好玩的 就是说你会教育孩子 你说你要少看手机,多看看书 或者说你多看手机,多看电视,对眼睛不好 但是到自己来,你看手机,电视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用 我又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就是现在很多人出门,他随身携带都是一瓶眼药水 为什么?这个眼睛经常出现干涩,干痒,眼睛难受 他必须要滴一滴眼药水 把眼睛里面润了以后,他整个人才会舒服 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中老年人 基本上都会配备老花镜 即便他年轻时候,他这个眼睛视力再好 老了以后,他也离不开老花镜 其实这些问题,我们都有方法去把它缓解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快速的可以缓解我们眼睛的疲劳 同时呢,如果说你这个眼睛近视或者老花去经常做一做,还能改善 那如果说眼睛下面有些黑眼圈,也能带来一些很好的这种缓解作用 怎么去做呢?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你看这个手啊,就是变成这样一种斡旋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状态有什么用呢?你看啊,首先我们这个手的这个小拇指这边的指节 还有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的指节要对准着我们的眼眶 就像我这样啊,对准上去 你看,这个小拇指的指节正好对准着我们的眼角这边 然后呢,这个无名指的指节啊,对准着咱们的眉毛这里啊 正好卡住,你看这边一个骨头,你卡住了以后上下动不了啊 你把它卡好,卡好了以后呢,我们手掌的这块区域啊 我手画的这块区域是刚好是贴合在我们的眼睛上的啊 就是把这块区域贴在我们眼睛上 然后呢,我们两只手一起做啊,大家看 把我们的这个地方一卡,卡住了以后上下动不了 同时啊,你会感觉刺进去以后有一些酸胀的感觉 然后呢,用我们的这块区域啊,去按住我们的眼睛 就变成这样啊,这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注意你的手啊,不要往内去夹 这要夹着鼻子,你没办法呼吸了啊 手要往外来打开一点 好,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找一个舒服的状态 躺着,躺在这儿啊,然后眼睛闭起来 整个感觉会非常的舒服啊 做完大概30秒钟左右啊,你的这个眼睛啊,会发亮 感觉这个进光量啊,非常的强 而且整个人啊,这个视觉上面的疲劳啊,缓解的非常快 这个动作啊,和我们之前视频当中讲的啊 就是关于像眼保健操的这样的啊,还不一样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啊,就是我们手掌覆盖我们眼睛部位的这一块啊 它可以很好的去促进啊,我们眼睛的一个血液循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当你感觉特别疲劳的时候 眼睛疲劳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眼睛啊,发干啊 发冷,发凉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血液循环,末梢的循环不太好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手部啊,打鱼剂这个位置啊 会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循环 你别看就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以后也很舒服 你就算把手掌放在这儿,贴在这儿,也很舒服啊 这个呢,方法啊,是非常的好 而且很多人都在用,用完以后啊,都感觉特别的好 所以就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了 如果你经常感觉你的眼睛啊,干涩啊,干癢 眼睛总是感觉疲劳 那你用这个方法来保护保护着自己的眼睛啊 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关注 每天大伙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 谢谢大家